把每一地的 所以是不是 我是有针对它的TR去做处理 所以是抓TR里面的InnerTest 所以里面InnerTest包含什么 1月2月3月4月 然后它中间好像会加个空白之类的 所以抓下来好像 而且它里面好像有换航 所以会变成全部都接在一起 那怎么办 如果你假装把它分开的话 那这样来的话 你势必需要在TR的这个标签里面 再去找TH 那特别注意 我们可能 我刚刚有分析了 因为它的结构不太一样 只有第一列全部都是TH 其他都是TH、TD、TDD、TD 所以我们可以分两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是针对第一列 然后第二阶段就是从2到底下的列 再做处理 所以第一个话 我要怎么样先针对第一列 所以我先把第一列 第一列的TH全部抓回来 再把它里面的一个一个的那个什么资料 Inertest放到它的Essal里面的哪一个 如果要放Essal的话呢 那就是放Essal的从这边开始放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 那因为第一个好像是空白的吧 我记得这个资料 它的第一个是空白的 所以它这个应该是A1是放空白 然后B1是放1月 C1是放2月之类推 OK 那可是如果想要把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话 那应该怎么写 OK 当然啊 结果云南上就写好了 不过这个细节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我是怎么写这个程式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分析能力的话 那以后要写 因为总不可能永远我们的范例都跟你以后要的事长 很模一样不可能 一定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懂得你有这个分析能力 然后你可以对应的关系 你可以写出来 那就OK了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把这个写出来 那首先当然 这里下这个回圈基本上就暂时不用 所以我的习惯是把它先加一个注解 这三行加注解 当然理论你可以把它删掉 可是如果你把它删掉 你今天来你要参考就没得参考 所以一般是会先把它注解 注解的话就是使程式变为注解 然后前面加单引号先放这边 然后我要做个动作 动作一 就是先取得第一列的 第一列的这个资料 第一列的资料怎么取得 其实这边已经有抓出来的 这个地方就是根据这个table 里面去抓TR 所以得到的TRS的话 指了就是所有的那个列 总共好像有26列 OK 26列 那可是我要第一列的话 那第一列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这个列 第一列的话 还记得吧 第一列是什么 第一列是零嘛 OK 所以我要再从这个第一列底下去抓TH的话 那我可以把这个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点getElementByTechName 把这边改成TH 这样的话呢 他就知道说 帮我去做这件事 那抓完之后他会有 好像有20几 应该十几个那个就是TH 所以我前面再加Xset 因为你抓完之后回来会是一堆的那个物件 所以这边的话会需要有个物件去把它把它取得 所以我取名叫THS好了 所以Sets 记得如果要产生物件的话一定用Sets SetsTHS 我大概12个月吧 再加空白再加两个 应该是大概15个啦 等于是15个TH 通通放在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物件阵列里面 OK 所以多个就是物件阵列 阵列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THS总共有15个嘛 那这个15个我要把它里面的InnerTest 分别把它放在这边的话 那应该怎么办 当然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你变成说你要这样写啦 就变成说 如果你要把这个取第一个放这边的话 那就是这个TH 第一个的话就零嘛 如果你现在不会写 你可以先这样 你先自己模拟一下 第一个的这个InnerTest 帮我把它放在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理论上 我们要Sales来表示 因为可能用回圈来写 通常会配合 那通常是第一列的第一栏 OK 就这样子 等于这个资料 那如果下一个的话呢 下一个TH的话 那当然就这个 你可以再把它复制一个 那就应该是什么 这边应该变成2 这个应该变成第二栏 然后这边的话变成1 1月嘛 然后再下一个的话呢 那2月的话就这样 这边 第三栏的第一列 然后放 有没有THS里面的第三个 那一直可以推啦 总共15个啦 所以如果假设啦 你实在不会写回圈的话 你就一直贴吧 可是你可以看出来说 老师这里好像有个规则性 什么规则性 这个1 2 3 可能一直到15啦 有没有 那这个应该是0到14 所以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改个回圈 不就OK了 不过你现在乱乱看好了 我们现在设一个中断点 好不好看成不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那我们就会跟着把 后面的写出来 那第一个好像空白的 有没有 再来第二个好像1月 如果1月输出成功的话 那就可以照这样写 每个1月有了 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是把这个里面的资料放1月 然后这个的话应该就放2月 有没有 后面我们不写的 因为这个 但我只是做个样子 所以如果假设你大概知道这个逻辑的话 那接下来你可以把这个一样注解掉 然后你可以写那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 其实就是写什么 写一个4 应该是我习惯是用J 因为蓝的话 我的习惯用用用那个J来表示 从0到多少呢 那这边我算一下应该是15 应该是14啦 可是问题我怎么知道 是14 当然我可以用一个方法 跟前面这个一样 就是T 你可以模仿嘛 就这样的写法 就是那个物件的阵列的长度 减1啦 有没有 它叫做THS 有没有TH 然后S的话就是一个负数 给我习惯这样命名 然后减1 所以本来是总共有15个 减了1之后就14个 所以0到14应该没问题 然后Enter 打一个NAS 那后面的话里面要做什么呢 其实要做这一行的动作 老师你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改了一下 这个应该不用 这个把它改I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 不是改I 改J OK 我习惯蓝用J来表示 这我个人习惯啦 OK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 对J加1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你说老师那如果已经很厉害的话 我这边可不可以不要写 可以啦 但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先做一个 这样的动作 你就再去把它变成回圈 这样就搞定了 OK 再来试试看 应该知道这意思吧 从这个变成这样应该会写啦 好那再来的话 这个中段点一下 停一下 然后让它跑一下看看 如果这个跑出来结果 就是我要的那个 1到12月的那个第一列 那表示这个应该 第一阶段就完成了 这个空的 第一个应该空的 第二个1月 2、3、4 没错 按一个F8 它就下一个 下一个 平均 好那没问题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把 第一个搞定了 好 但是现在只有 第一列 接下来等一下 还有第二列以后的 那第二列以后怎么办 第二列以后的规则是 TH 其他都TD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满足 这样的条件 所以如果你不会啦 反正我的建议你就是 自己模拟一下 所以接下来要做什么 反正就是做类似的动作 让它去找什么 找那个 应该是说 因为这边的话 是只有针对的是第一列 那后面的话 应该就是所有列 所以所有列 其实就是底下这个 所有列应该是 把这个把它取消注解 然后其实就是把 这个I 等于 0 有没有 0把它改1就可以了 因为呢 我们刚刚0已经解决了 剩下就是1到最后一几列了 有没有 所以刚刚的其他列就是这个 那要改的话 应该就改这里面的东西 不是全部输出 而是针对 它里面的资料 再去做切割 至于这个地方怎么切 请各位自己再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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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